你刚刚用了多少现代油 按点三首 那应该没有了 美食团队只准备了三首 够你拍摄二十次的 那这样吧 我现在就去买 沈亿 现代油是我实际准备好的 不好买 而且这边这么多 等你回来天都非了 好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 可以替代的东西 我刚才 我刚看到了同品级的淡奶 我之前拿淡奶 也打过奶泡出来 可以试试 不行 淡奶打出来的奶泡 容易破裂 不利于拍摄 我看到淡奶的银浪 我可以一直打 一直混到局的 可是关键是 关键是 如果味道有变化的话 那上市之后 还是要换成煎奶制作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换成一道 只需要淡奶的甜品 喝吧 这次的苦瓜奇异甜品非常强烟 加上关键的流量加持 南韦三十的数据一记绝尘 销量已经达到本市的第一名 并且甩出了第二名很大一件 大家都做得很好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再接再厉 继续深化和盛氏集团的合作 女人大 我有一个问题 你说 这次南韦三十的门店 出现了以次冲号 用普通的要过期的奶油 代替了原定方案中的鲜奶油 这个没有你指定的那个奶油好啊 也不会太差 这个奶油今天就要过期了 理论上还没有 过了今天晚上 二十三点五十九分才能过期 要过期的奶油 它就是还没有过期嘛 没有视频安全问题吧 是没有 但要不是正道 深音和我努力地争取 他们根本就不会换回原材料的 是这样 我们那个奇异甜品的名头 已经被你打出去了 再说了 这个普通的奶油 根本我没有 过来 好 经理 我给你的新甜品方案 不够你填回这些成本吗 男伟三十的招牌 你砸了我不拦着 但埃森的招牌 我不会放过你的 这一次的成功固然是有的 但是这后期制作的质量 谁又能监督呢 这个就让男伟三十 自己把握吧 咱们毕竟是乙方 还不都是为甲方服务的 不出事就行 绝对不行 砸招牌的事情不能做 就算我们是乙方 也要督促甲方 履行对消费者的承诺 毕竟我们是国内 最大的美食媒体 我同意郑总监的意见 来了 谢谢 不客气 今天和敏软 这么舒服没事吧 但是我不这么说 毕竟这些材料在我这儿 我自己都过不了关 没关系啦 你旁边这个人天天这样 这不好好的吗 我现在既然认识了四个老板 那不如我们下班以后 我请你们俩去消费一顿 怎么样 好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一会儿在楼下等你 好 不用麻烦了 声音已经习惯坐我车了 是吧 是吧 好 我一会儿就过去 知秋雄啊 你有事要就去忙吧 等会儿声音呢 我负责带过去就好了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拜拜 拜拜 余总 关于和艾森的合作项目的事情 门店经理那边来电话了 说是成本问题压力很大 他们是做情怀的 可我是做甜点的 但是艾森和叶之秋之间的关系 让他们自己做好 好 先这样吧 宁然大 可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你先坐 我们更在意的 是当下的口碑 公司的当务之急不是纠错 而是矫正 让公关那边做疲料的 扇品和刷屏 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 最肉性的方式了 我现在 只是让偏离轨道的列车 回到了他原有的门头上 我不在乎你的什么轨道 甜品行业 如果我们两个连最基本的行业体现 都不能坚持的话 我可能有更好的为难 知秋 你讲话 要过脑子 我觉得我需要重新考虑一下 跟南卫三世的合作 知秋 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 我想我永远要提醒你 要有契约解释 道不同 不想为我 告诉你 是 林主编 好久没联络了 余总 我就不管摩护脚吧 我们合作的奇异甜品 被质疑不新鲜 是不是你们的人动了手脚 我的合伙人哪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难道我会害你吗 你这样做 对我们杂志社的口碑很不利 这部分责任你们要负起来 作为商人 追逐利益最大化 那是首要的 我想你不会不懂吧 好对了 如果埃森连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 那我们的合作需要重新考量了 毕竟谁耽误了谁都不好 我再考虑一下 好的 这次奇异甜品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给出一个解决方法 那关于封控和公关的事情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 我是站在公司的角度出发 最大化避免市场风评受影响 只是现在 关于叶之秋要解约 和南伟三需要撤资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给出一个说法 埃森需要有一个人出来 承认这个错误 是的 什么 难不成是要这 是要总监出来背锅吗 他没有做错 沈樱 可是 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出于保护埃森的立场 你说话之前动动脑子 沈樱 我只有一个问题 是奶油的问题 看来郑总监私底下已经调查过了 如果三天之内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这件事是否能划上去好 没能解决呢 我离开埃森 郑总监言重了 期待你的好消息 谢谢你送我回家 我先回去了 怎么了 我想说你不用胡思乱想的 下午在米兰娜那边说的事情 我有把握他 可我还是有点担心 那你是担心我还是担心 对啊 就是 我能解决你 自己的第一次 是 跟你没评断 我从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吧 希望今天一切顺利 走 走吧 久问余总大名 幸会 幸会 您好 您好 三位果然是年轻有为啊 我们奇异甜品一经推出就大获全胜 叶先生果然是才华横溢 名不虚传哪 余总您谬赞了 我们呀 还是直接进入主题吧 年轻人务实又爽快 那我们开始吧 其实贵公司最担心的问题 无非就是利润 这和我担心的问题 并不弄对 原定的奶油供应渠道 我们已经打通了 可以给南卫三师提供 成本是原本的三分之一 你们保证同货同源吗 当然了 再交换的条件是什么 需要您办一场开放的 全民化的甜品品监会 邀请所有的甜品博主 达人 由南卫三师主导 埃森报到 扭转当心的市场风景 埃森果然是人才辈出啊 去吧 干杯 身心成长得很快 这都是郑总监的功务 不会 都是迷人打教导有方 这次品监会过后 奇异甜品的风评 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是啊是啊 我看了好多家媒体 都是一致好评 郑总监跟叶老师 公不可没 当然了 我们莺莺姐挺身而出 也非常帅气 我们家莺莺啊 还是跟小时候一样 见不得我们知秋被欺负 小时候 对啊 他们小时候几乎就是跟 跟光着屁股长大一样 只要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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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过去多久的事了 别提了 对啊 我们喝一个吧 干杯 大家都是艾森的功臣 没想到 身影也这么能干了 这样吧 今天晚上大家都好好放松一下 不还有别的事情 就先走一步 这边再见 好好玩 好 来 我们再来庆祝一杯 好 干杯 拜拜 拜拜 今天呢 把大家叫来这儿呢 原因很简单 我们都是吃瓜群众 大家都知道 我们家身影同学呢 最近招惹了两朵条花 一位 是我私大道成千 正道先生 另外一位 心境远南 野直秋先生 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是我们家身影的好友 同事 所以呢 我们本着公平竞争 公正公开的原则 现在开始正式战队 我们投票选出 自己喜欢的身影男友 但是啊 我们要阐述自己呢 投票 理由 好不好 好 好 我说犯金 嗯 你无不无聊 拿鹰子当彩头啊 这叫什么话呀 我这个 叫尊重名义 懂吗 对 群众的演技才是取票的 行了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投票 虽然呢 我很生气 这两个帅哥都不是我 但是 声音姐平时大务不防 她的终身大事 我还是要关心一下 所以 这一场 我投给 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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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总监 什么 为什么 理由是 大道总裁最有味道 虽然呢 小叶 嗯 来 说 发声 竟然很难 小叶 你 还没 别 你 我 而且 最重要的一点是 盛英姐脾气那么差 就需要这样 暖暖的好好先生伺候着吗 对不对 这样才叫啊 性格互补 才能和谐嘛 好 现在一比一 我们现在继续投票 走吧 盛英姐 小叶 小叶 你呢 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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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叶秋秋同学 三十两千 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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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子 你怎么来了 你们这是在干吗呢 为什么要把他们俩照片 贴在上面 你猜猜 莫不是要给他们俩 介绍对象吧 世音姐 你脑回落也太清奇了吧 世音姐 你先坐 你先坐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如果你是一个女人 不是 我说 假设你是一个女人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就是想说 如果这个世界毁灭了 只剩下这两个人要娶你 让你选一个 你选谁 只剩他俩 我都不选 为什么 那不行啊 你不选这地球就要毁灭了 那就灭亡好了呀 不过我觉得 他俩挺大的 要不让他俩凑一对 省得祸害别人 行 你坐这儿自己观战吧 转眼你投票 赶紧了 我可不掺和 再说了 这事咱们投票管用吗 这事得看英子自己的意思 我跟你说啊 我这事也不会错 你这拍摄方案倒还行 再改改就行了 李思诚可以啊你 你这个曝光方案还可以再具体一件 郑总监 你觉得我们的想法怎么样 那我们继续吧 我觉得这个应该在 我看你那个 我看你那个 局势这么严峻 看来一时半会儿难分播种啊 我觉得 神医姐是很难嫁出去了 怎么说话 快来看看 热你什么 今天有人给你送的礼物 看谁给送的 看这个包装 价格不菲啊 看这个包装 价格不菲啊 打开看看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 公主和王子的剧情哦 是谁送的 这这这这 瞧瞧 我想邀请你做我的女伴 参加一个好友的晚宴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 叶之秋 上 你怎么说 依我所见 英子 你就借此机会 拿下叶王子 这还早呢 再说了 叶之秋怎么是王子啊 他顶多 就是我 可爱的一个小弟吧 你说 这叶王子高兴了 那郑王子又不高兴了呀 你俩少在这儿平啊 他俩都不是我的菜 我觉得这俩都是极品啊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你看看 你要是再犹豫 小剑剑恨不得自己上了 那是啊 我倒是想去 没人邀请我呀 来吧 机会来了 礼裙已就位 去吧艾莎公主 谁要穿你的礼裙去啊 礼物还喜欢吗 破费啦 你下来 我有话想跟你说 你在我家楼下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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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四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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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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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乱说的 我怎么可能会请假呢 工作敌意 这我看过了还可以 谢谢总监 感谢观看 喂 怎么了 师兄 是我 我听说六目间有个开业晚宴啊 像你消息够灵通的 这个都知道 师兄 其实我呢 我还是 干嘛 你想去是不是 对对对 我不是跟六目间老板娘不熟吗 可是秦姐跟许多挺熟的 秦姐 秦姐 我是许多的朋友方思维 之前在北京见过 你还记得我吗 我记得你 谢谢秦姐 就是许多年前 追许多的那个秦姐啊 这剩下记得呢 也太好笑了 行 我知道了 师兄 谢谢啊 嗯 徐医生 干什么 今天晚上 今晚七点 四家四方菜 良心发现了 秦姐就拜托你了 来了来了来了 秦姐 好久不见啊 别叫我姐 都把我叫老了 叫我小军就行 喂 许生 你疯了吧 正道 你干什么呀 六目间有个开业晚宴 我要去 是不是师兄也去啊 嗯 对啊 他去 我也要去 为了个女的把兄弟都卖了 关 关键那还是 秦姐 为了兄弟 要两肋杀刀啊 姐 最近真的 不 小军 最近真的非常的 你看这么多年了 我都觉得你没有变 徐医生也越来越帅了呀 哪有哪有 真的 跟姐姐比起来 还是差很多的了 小军 我再送你一套护肤品吧 好啊 可以啊 哪里哪里 徐医生可以啊 这身影究竟是给你这高岭之花 为了什么灵丹妙呀 我这有生之年 竟然能看到你两眼放光 你没看我都多了去了 也是 对了 挺晚了 你赶紧回吧 行 行 我走 我走 那就是你给我喂的药 我竟然走到了出卖色相那一步 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鹰今晚是我的女白 那要怎么样呢 神鹰 总监你也来了 好巧哦 恐怕这不是巧合吧 走 你跟着我就对了 里面人多了 待会儿见 好 待会儿见 欢迎光临 你来一下 叶先生 对一下我们今天的流程 好啊 那我先忙 你乖乖地站在这儿 不要乱跑 乱了去吃点东西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 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 快去忙吧你 我过去啊 你这儿跟着那个玩意儿 我看你吃了 你吃了你吃了 就在这儿 看你这儿 我看到你吃了 我要我帮你吃了 我去看你了 我看你了 我看看这个啊 盛总监 你今天很漂亮 谢谢啊 其实我平时不太喜欢这么穿 怪不方便 还挺适合你的 早知道这样 不用我每次一个人出来硬着 你这算是在提前邀请我吗 邀请生肖吗 我考虑一下吧 那我们走走 最近文章写得比以前好了 放松了 还是有点遗憾的 什么遗憾 没有让我们的游泳冠军 好好试试一下 怎么办 你这没事吧 还可以 你有没有带换洗的衣服 我车后坐看好有点 那我去帮你拿吧 你赶紧去卫生间处理一下 那好呀 麻烦你 不客气 赶紧去 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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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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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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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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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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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